你以为只有电影里才有死而复生 向坏蛋复仇的桥段 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那实际上还真就有这么个牛叉哄哄的人物 简直能让你惊掉下巴 直呼这也太猛了吧 他那可是连死神剑了多的数大拇指的主 咱们的主角叫朱迪·玛利诺夫斯基 这位人生 不对 这位人姐的人生简直就是过山车 朱迪是1983年8月26日 出生在俄亥俄州哥们不识的小牛 作家里的老大 她可是一肩挑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重担 跟妈妈的关系 那小一个亲力无间 简直就是闺蜜级别的 在学校里 朱迪可是个全能选手 学习好人缘家 还是学校里的人气王 不仅如此 这姑娘还拿下了几个选美比赛的桂冠 连新奥尔巴尼小姐的头衔 都被她收入囊中 高中毕业舞会上 她更是被加年为舞会皇后 高中毕业后 朱迪进入了俄亥俄州立大学 梦想着当个人民教师 她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想着毕业后找份好工作 找个暖男 在小别墅里过上甜甜蜜蜜的小日子 大学期间 朱迪还经常去养老员做义工 这姑娘的心地 那叫一个善良 但是老天爷好像觉得朱迪的人生太过顺遂 非得给她来个当头帮和 朱迪被诊断出患有卵超爱 这消息一出 简直就像是一记重拳 把朱迪打梦了 第一个月 她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 但是这姑娘可不是轻言放弃的主 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斗争 朱迪最终战胜了这个可怕的疾病 这一仗可以说是把朱迪的性格彻底改变了 她意识到自己完成了一件许多人无法做到的事情 从那时起她下定决心要珍惜生命 过上自己梦想中的幸福生活 21岁那年 朱迪遇到了她的白骂王子罗恩 两人很快就去约爱河 然后就结婚生娃了 他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金和麦迪逊 朱迪感恩上仓 癌症并没有影响她生育的能力 两个女儿都健康活泼 她童年的梦想似乎正在一步步实现 这时候的朱迪估计做梦都能消息 但是好景不畅 命运再次给朱迪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怀着二女儿麦迪逊的时候 朱迪发现丈夫罗恩出轨了 这个消息简直就像是一记重锤 把朱迪的幸福小世界砸得粉碎 麦迪逊出生时 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失望 两人最终离婚 而且几乎同一时期 朱迪的癌症又复发了 这一次 癌症来势汹汹 比之前更加凶稳 25岁的朱迪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接受全子宫切除术 这个决定让她心如刀割 她无法理解 为什么生活对她如此不公 她已经战胜过一次癌症 为什么还要再经历一次 朱迪此时的心情 估计比吃了一万的柠檬还要酸涩 为了彻底根除癌症 朱迪同意接受手术 手术很成功 她似乎又一次战胜了病魔 然而手术后 医症带来的剧烈疼痛 只能靠处方止痛药来缓解 当时美国正面临阿片类药物危机 强效药物常常被过度开具 许多人因此染上药物依赖 朱迪不幸成为其中之一 手术后 疼痛始终挥之不去 如果停止服药 痛苦就会变得难以忍受 长期使用强效止痛药导致朱迪产生了难药性 药物逐渐失去效果 她不得不增加剂量或使用更强效的药物 朱迪服用药物的时间太长 以至于医疗保险停止了治疗费用的报销 这意味着她无法再负担的起处方药 这下可好 朱迪不仅要忍受病痛 还要为钱发愁 真是雪上加说 走投无路之下 朱迪转向了非法药物 她变得依赖于任何能够稍微缓解疼痛的东西 情况恶化到朱迪的生活完全崩溃的地步 药物花费了她一大笔钱 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 药物依赖还是朱迪难以照顾自己的女儿 幸运的是 她的家人及时介入 大女儿经由祖母伯尼照看 小女儿麦迪逊 则由朱迪的妹妹丹尼照顾 尽管因为朱迪的药物依赖问题 家人之间的关系有时会变得紧张 但他们从未放弃过朱迪 不想让她独自面对这些考验 最终 朱迪意识到自己的药物依赖不仅影响了自己 也影响了孩子们 这个认知让她幡然醒悟 她决定接受康复治疗 洗心革面 重新开始 这个过程异常艰难 但朱迪已经经历过更艰难的挑战 她把这次经历 视为又一场为自己未来而战的斗争 再一次 这个坚强的女人战胜了困境 以至于康复后 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时间推移 朱迪重拾往日的快乐和开朗 她彻底控制住了药物依赖 重新找到了公寓和工作 与女儿们团聚 虽然她仍然参加嫉妒护助会 但已经感到足够强大 可以重返正常生活 朱迪这次的翻身 简直比凤凰涅槃还要厉害 现在朱迪终于过上了她一直梦想的宁静 和平 幸福的生活 这种状态迟迟了几年 直到一切再次崩塌 一切始于一个名叫迈克尔斯莱格的男人 三十一岁的朱迪在社交媒体上遇到了她 事实上他们早在朱迪还未婚时 就在一个朋友家见过面 但当时朱迪并未对她多加注意 估计当时的朱迪还不知道 这个男人就是她未来的噩梦 2014年 四十岁的迈克尔在网上偶然看到朱迪的照片 开始试图引起她的注意 她在朱迪所有的帖子下留言 点赞她的照片 发送私信 两人之间逐渐发展出了一种网上友谊 一段时间后 迈克尔向朱迪表白 她声称自己从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朱迪 但当时她已婚 所以不敢接近 她试图忘记那次偶遇 却在社交媒体上偶然发现了她的照片 她浏览了朱迪的主页 得知她现在是单身 迈克尔对朱迪千般讨好 说着她想听的话 她体贴 关心 温柔 沉默给她平静 安宁和爱情 接而言之 她使出浑身泄水来赢得朱迪的心 2015年4月 在社交媒体上交流几个月后 朱迪改变了自己的感情状态 表示与迈克尔斯莱格尔开始了恋爱关系 然而从这一刻起 一切都开始走下坡路 朱迪并不知道 她新选择的男友 有着长长的犯罪记录 当迈克尔遇到朱迪时 她已经盗窃 暴力 非法持有武器 袭击 信邪迫 威胁 虚假警报 妨碍执法 流氓行为等多项罪名被顶罪 她的犯罪记录长得惊人 显然 法律对她来说毫无意义 然而 她成功地向新女友隐瞒了这一切 尽管朱迪的母亲伯尼 从第一次见面就感觉这个男人有问题 但她甚至无法向自己解释 为什么会不喜欢她 然而迈克尔巧妙地操纵局面 告诉朱迪的母亲 不应该因为她的稳身或某些性格特征而评判她 因为连耶稣都会宽恕人的罪过 伯尼只好退让 认为女儿会自己处理好这段关系 很快 迈克尔搬进了朱迪的公寓 立即表现得像这里的主人一样 这发生在朱迪在社政媒体上改变感情状态的几周后 迈克尔对女友的郑友欲 开始在每个细节中显露出来 朱迪失去了自处权 没有迈克尔的许可 她甚至不能离开公寓 她只能和迈克尔一起外出 这家伙的行为 简直就是把朱迪当成了自己的私有物品 迈克尔在朱迪的手机上安装了绝踪设备 随之而来的是身体月代和侮辱 更糟糕的是 迈克尔还错了一件彻底摧毁朱迪意志的事 她得知朱迪直到最近生活还需一团糟 曾经与有害的药物依赖作斗争 尽管朱迪当时已经几乎战胜了这个问题 但迈克尔决定不用女友的弱点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她想让朱迪变得软弱 完全依赖于她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 迈克尔购买了一批非法物质 积极鼓励朱迪重新沾染毒品 如果朱迪再次染上毒瘾 她就会完全受她控制 迈克尔自己不使用这些药物 也不是毒贩 她只是在街头买了些药丸 花的是自己的钱 说到这儿 我都提醒大家一句 毒这玩意儿就像牛皮险一样 粘上了就甩不掉 这份你意志力强入钢铁侠 也得时刻提防着别复发 不过呢 我们的朱迪小姐姐可没这么走运 迈克尔这个人渣 开始对朱迪使出各种阴招 什么操纵啊 侮辱啊 还有那招杀手姐 内疚感 朱迪就像那被操纵的木偶 最后还是没定住 又开始嗑药了 这下可好 生活又回到解放前 与此同时 迈克尔可没闲着 她开始上演一出离间忌大戏 把朱迪和她家人的关系 搅得一团糟 这人兄给朱迪妈妈打电话 说朱迪又开始吸毒 失控了 每天都在增加用量 愣费钱 只关心下一次的毒品 伯尼这个傻妈妈 居然还相信了这个细精的话 同情她 还觉得她是受害者 迈克尔在伯尼眼里 简直成了活菩萨 愿意照顾她那个问题女儿 伯尼甚至还给了她一些钱 每期明约用于支付账单 购买食物 结果呢 这位圣人把钱都花在给朱迪买毒品上了 我跟你们说 这个人就像是从天而降的灾心 专门来毁掉朱迪那本来就够复杂的人士 有一天 迈克尔给伯尼打电话 说朱迪吸毒过量 失去意识了 伯尼吓得魂飞魄散 立马报警求助 结果呢 急救人员赶到一看 朱迪好得很 迈克尔这个细精又开始表演了 说确实发生了过量用药 但朱迪已经恢复意识了 这招确实高 目的就是在朱迪的意料记录里 留下一个疑似顾料用药的紧急呼叫记录 迈克尔这个人渣 使出浑身解数 让别人相信问题出在朱迪身上 他把朱迪描绘成一个完全堕落的隐君子 为了毒品 不择手段 你猜他为啥什么做 就是为了给自己的暴力行为找借口 这位人兄 开始为最微小的过错殴打朱迪 把他打得浑身是伤 有一次甚至差点把朱迪掐死 之中 朱迪因忍受不了 终于鼓起勇气 向当局报告家庭暴力 但是你猜怎么着 由于迈克尔的巧妙操纵 执法部门根本不相信朱迪 在他们眼中 朱迪就是个隐君子 而迈克尔是个好人 在试图帮助朱迪戒毒 警察的脑回度简直比迷宫还复杂 他们认为朱迪编造了这一切 而迈克尔是个好人 迈克尔从一开始就精心设计这些情况 就是为了让人觉得朱迪疯猛 不可信任 这家伙的阴险程度 简直可以去好莱坞当编剧了 月代持续不断 直到朱迪说服母亲 帮忙将迈克尔赶出公寓 但是伯尼的所有尝试都已失败告终 因为迈克尔根本不打算离开 而指望当局帮忙也是徒劳 此时朱迪别无选择 只能自己逃离 他在母亲和朋友家过夜 租住汽车旅馆房间 试图远离迈克尔 他完全无力对抗迈克尔 然而每次朱迪从公寓逃走 迈克尔就会报警说他失踪了 警察会找到朱迪 并把他带回来 这简直就是一场荒诞的猫鼠游戏 只不过猫是警察 老鼠是受害者 而迈克尔在一堂看戏 有一次 朱迪开走了迈克尔的车 想要逃得更远 但他立即报告车辆被盗 朱迪因此收到了当局的警告 每次他回到家 这个男人都会明确表示 警察站在他这边 朱迪对此无能为力 他警告说 如果朱迪决定离开自己 他总有一天会厌倦容忍他的胡闹 直接送他见阎王 然而这些威胁并不能吓到朱迪 对他来说 与迈克尔一起生活比死更可怕 所以他并不打算放弃抗军 他最后的绝望计划是 进入戒毒所 戒除毒瘾 重新开始他的人生 这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掌 迈克尔无法出击他 不幸的是 朱迪甚至没能到他康复中心 迈克尔实施了他最残忍的威胁 这将永远改变这个女人 和他整个家庭的生活 2015年8月2月 在他们开始交往四个月后 朱迪准备执行他的计划 去诊所报道 当时他的两个女儿和祖母住在一起 所以女孩们是安全的 朱迪告知迈克尔他的决定 否则他根本不会允许他离开公寓 出人意料的是 这个男人同意了 甚至主动提出开车送他去医院 朱迪和迈克尔出发前往 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附近的 帕克赛德康复中心 然而在路上 朱迪要求一些时间来做心理准备 他说服迈克尔带他去母亲家 这样他可以在分别前向女儿们道别 迈克尔调转车头 他们在路上停靠在一个加油站买些饮料 一场激烈的争吵在途中爆发 并一直持续到加油站 朱迪已经受够了 他想至少督处几分钟 于是他下了车 传过停车场 迈克尔发动卡车跟了上去 他们的所有动作都被监控摄像头记录下来 迈克尔追上朱迪 要求他回到车上 他们又开始争吵 当局师最终升级时 朱迪将手中的苏塔水泼到了男友脸上 这一举动引发了迈克尔强烈的愤怒 以至于他返回车上 拿出一个油桶 然后慢条斯理地将里面的液体倒在朱迪身上 他从头到脚 浇湿了朱迪 说这是对他刚才行为的报复 朱迪感到气有进入了他的眼睛 耳朵 鼻子和喉咙 他开始窒息什么也看不见完全迷失了方向 亮腔中他跌倒在柏油路面上 恳求迈克尔停下来 但迈克尔的眼中却凝固着一种冰冷死机的夜色 他根本不在乎朱迪此刻在说什么 他唯一想做的就是给他造成尽可能多的痛苦和折磨 然后这个男人回到车上 拿出一个打火机把他凑进朱迪的脸 朱迪杀坏他哭着一遍又一遍地恳求迈克尔不要这样做 他承诺会满足他所有的要求再也不违背他 但他默默地点燃了大火机 将火焰出到他的衣服上 顷刻间火焰吞噬了朱迪被汽油尽头的衣服 这个女人开始在地上打滚试图扑灭火焰 他就像一个红色的火球全身上下都在燃烧 朱迪感觉仿佛有成千上万根灼热的针 同时刺穿了他的皮肤 与此同时迈克尔站在一旁观看 看着朱迪活活烧死 他满意地注视着自己所做的一切 最疯狂的是 这一切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就在惊恐摄像头下 显然迈克尔认为他凌驾于法律之上 可以为所欲为 停车场里有人 他们冲向朱迪试图帮忙扑灭火焰 一个人跑过来对着迈克尔大喊大笑 让他别像雕像一样站着 而是做点什么 最终在压力下 迈克尔终于从车上取出灭火器 扑灭了朱迪身上的火焰 几个人拨打了紧急服务电话 包括他们目睹了一个男人将他的女朋友点燃 很快 救护人员和警察赶到了现场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朱迪还活着 他被紧急送往医院 而警察开始调查事件的经过 迈克尔称这是一场意外 他声称朱迪在给车加油室 不小心把汽油撒在了自己身上 然后去加油室后面抽烟 据他说 整个火灾是由烟的火星引起的 当朱迪的家人接到 俄亥俄州利大学医院的电话 说朱迪出了事故 生命垂危时 电话里并没有告诉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母亲 伯尼和妹妹丹尼尔一头雾水 匆忙赶到医院 却被眼前的景象彻底吓呆了 什么都无法让他们为所看到的一切做好心理准备 母女俩顺着怀疑自己是否来错了病房 但那确实是朱迪 这个女人95%的身体表面被三度和四度烧伤覆盖 她的皮肤焦黑 头发大部分烧掉了 耳朵也没了 朱迪失去了几根手指 衣服几乎与皮肤融为一体 脸部完全无法辨认 医生告诉家人 朱迪的烧伤是他们坚过最严重的 那时朱迪已经被人为的诱导进入昏迷状态 她生还的机会几乎为零 医师们预计她最多只能再活几个小时 在治疗烧伤患者的医生中 有一种死亡概率方程式 用来估计受害者死于伤害的可能性 这个计算包括烧伤身体的百分比和患者的年龄 预照顾朱迪的护士说 在朱迪的案例中 致命结局的代率是110% 简单来说 生存的机会减质比重彩票的概率还要低 与此同时 侦探们正在审问迈克尔 试图抽丝剥解 了解事情的真相 起初 这个男人断人拒绝承认自己有任何过错 但是当调查人员告诉他们 已经看过加油站的监控录像 知道他用汽油浇透了朱迪时 迈克尔终于改变了说辞 不过 别高兴得太早 这位戏精的表演才刚刚开始 侦探们正在审问迈克尔 想从他嘴里翘出点真相来 这家伙一开始死不忍照 跟个鸵鸟似的 把头埋在沙子里 但是警察可不是吃素的 他们早就看过加油站的监控录像了 知道这伙把朱迪 浇成了个人形汽油桶 被戳穿后 这家伙就开始边瞎话了 说什么 他俩吵了一架 朱迪把苏打水泼他脸上 他就想开个玩笑 用汽油浇他 然后朱迪想抽烟 他给了打火机 结果不小心着火了 警察们也不傻 知道只有朱迪才能还原真相 可怜的姑娘此时正躺在医院里 跟死神玩捉迷藏呢 医生们冒着风险把他从昏迷中唤醒 想问问到底咋回事 朱迪这姑娘真是条汉子 浑身烧伤还能点头摇头回答问题 把事情经过全交代清楚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朱迪就跟个打不死的小强似的 一直在跟死神较劲 医生们都惊呆了 这姑娘咋还活着呢 她每天都得换两次绷带 疼得死去活来的 为了治疗 还得做六十多次手术 差点就直接死在手术台上了 而那个人渣迈克尔呢 在监狱里等着审探呢 这家伙还在那装无辜 估计心里还在盼着朱迪快点割屁 这样就没人能指证他了 警察们其实也在等朱迪咽气 这样就能给迈克尔加上谋杀罪的罪名 可谁曾想 朱迪这姑娘命大得很 不但没死 还醒过来了 准备出庭作证 这可把警察们乐坏了 简直是职业生药中的头一遭 朱迪虽然说话跟蚊子哼哼似的 但意志力可比钢铁还硬 他知道自己的证词 能决定那个人渣 是不是在铁窗后度过余生 经过漫长的治疗 朱迪终于鼓起勇气照镜子 那一刻 他在心里暗暗发誓 不管怎样 一定要讨回公道 迈克尔那边的律师团可急了 他们担心朱迪一出庭 陪审团肯定会同情他 对迈克尔恨得压痒痒 更怕的是 万一朱迪后来挂了 迈克尔可门寒的背上谋杀罪 迈克尔和他们的律师们可不敢读这个 于是改变策略 玩起了认怂这一套 这家伙 打不认罪改成了不亢便 说白了 就是变相认罪 想赌过正式审判这一关 之后 法院给这个人渣 判了11年 说是纵火和袭击罪的最高刑期 可对朱迪来说 这点嫌妻简直是在开玩笑 这姑娘心里苦啊 感觉正义又一次从她身边流走了 她多想让大家听听自己的声音 可迈克尔这一招又把她的嘴里堵上了 但是朱迪可不是那么容易就放弃得住 即便身子骨都快散架了 她还是在那拼命挣扎 这会儿 她已经不光是为自己的头功道了 对想保护其他可能遭遇同样悲剧的姐妹们 朱迪下定决心 要把自己的精力变成一盏明灯 给那些可能陷入同样困境的姑娘们带来希望 朱迪在医院躺好几个月 但她可没闲着 在家人的帮助下 这铁娘子发起了一场 要改变刑事司法系统的运动 她四处游说 希望能通过一项新法案 狠狠纯着那些故意伤人的出生 虽然朱迪改变不了迈克尔的心气 但她铁了心要为未来的受害者争取更多保护 她直接在医院录视频 推动这项运动 即便疼得要命 她还是在为别人的权益而战 2017年1月 朱迪的身体状况突然变得糟糕透顶 医生和家人都觉得 这不酿她是熬不过去了 她已经累得不行了 看起来随时都可能撒熟人寰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检察官们终于开窍了 意识到的赶紧把朱迪的证词录下来 这样以后才能给迈克尔 口上谋杀碎的帽子 他们恳求朱迪为可能的谋杀审判录个证 这在美国司法史上可是头一遭 他们的想办法让朱迪的故事 在他走后还能发挥作用 好好沉治那个毁了他一生的畜生 检察官们也不知道这招行不行得通 他们的绞尽脑汁 把司法系统那一堆复杂的程序都琢磨透 确保这一招以后能经得起法律的考验 在美国还从来没有受害者给自己的谋杀案作证的先例呢 朱迪的情况每一天都在恶化 但为了确保他作证时脑子清醒 必须大幅减少止痛药的用量 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了 这再次证明了朱迪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战士 他有本事打破常规 创走奇迹 为了准备这场艰难的拍摄 朱迪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 完全停止使用止痛药 免得迈克尔的律师们日后说他神志不清 接下来几周 他硬是忍着剧痛 强迫自己适应没有药物的生活 朱迪终于成功了 状况稳定下来 他准备好了 要把自己那段悲惨经历从头到尾这样一遍 这糟糕的是 迈克尔还要求在朱迪坐证时和他共处仪式 他说这是他面对指控者的权利 还好法官不是吃素的 认为这是恐吓行为 直接把迈克尔的要求给否了 相反 医护人员一直陪在朱迪身边 家人也被禁止进入房间 朱迪就躺在医院病床上 通过视频通话宣示坐证 检方和辩方都要对他进行询问 这场坐证在形式上和标准程序差不多 唯一的区别是 朱迪躺在病床上 在生死边缘挣扎 讲述着一个将在他死后才能帮他伸张正义的故事 这位伤痕累累的姑娘使出了吃奶的劲 回忆起那个悲惨日子的细节 他记得当时的想法 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挂了 只是向耶稣祈祷宽恕他的罪过 照顾他的孩子们 之后他就晕过去了 直到在医院醒来 然后朱迪描述了被活活烧死是啥感觉 他想要明确表示这不是一场意外 而是那个畜生蓄意未知 当奈克尔的一个律师对他进行交叉询问时 这家伙还提醒朱迪他以前有过药物依赖问题 说他偷过男友的车 还有一次不小心嗑药过量 差点挂了 这个律师想把朱迪塑造成一个不靠谱的证人 问他是不是那天惹恼了麦克 他的目的是至于朱迪是否有能力 在这么虚弱的状态下进行理性思考 但正是为了这个原因 朱迪才忍受了那么大的痛苦 拒绝服用任何药物 在整个交叉询问过程中 朱迪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 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 最后视频证词终于结束了 朱迪完成了他忍受如此巨大痛苦的目的 现在他可以安歇了 这次这套耗费了大量精力 明显影响了他的健康状况 没人知道经历这样的压力后 他还能活多久 2017年6月 经过近两年的日复一日的挣扎 朱迪决定转入临终关怀中心 2017年6月27日 在悲剧发生696天后 33岁的朱迪·马利洛夫斯基离开了人世 他妈妈伯尼一直陪在这个可怜姑娘身边 直到最后一刻 差不多一年后 2018年7月 迈克尔·斯莱格终于因朱迪的谋杀罪受制 这个处审本来打算不认罪 但在预审听证会上 当朱迪的证词呈现给法庭后 迈克尔的律师建议他接受认罪协议 以免被判死刑 最后 迈克尔同意了这项协议 承认有罪 换来无期徒刑 而非死刑 有意思的是 这正是朱迪在临终前的要求 他希望迈克尔被判无期徒刑 因为他觉得死刑对比 他在最后两年所遭受的痛苦来说 太仁慈了 朱迪希望这个畜生能在铁窗后 好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 真正认识到自己 罪行的严重性 案子结束后 朱迪的家人成立了朱迪基金会 为家暴受害者 和正在和毒品做斗争的人提供帮助 2017年夏天 俄亥尔州通过了以下名为 朱迪法案的新法律 里面包含了朱迪所要求的所有变更 朱迪的两个女儿 当时分别10岁和13岁 出席了这个活动 在州长签署法案时 两个小姑娘就坐在他身边 面对一屋子的记者 小女儿说她妈妈是个女版钢铁侠 而大女儿补充到 至少妈妈没有白白受苦 朱迪法案在朱迪去世后的第二天 就被州参议员通过了 朱迪这样的女中豪杰 真是让人又惊又配 她不但自己从地狱里爬出来 还为其他受害者点亮了一盏明灯 这位女版钢铁侠 真是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不抛弃 不放弃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一开始朱迪就看清了 麦克尔的真面目 这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呢 对于今天的案件 对于朱迪的遭遇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别忘了订阅鼠格的频道 点赞并分享本视频 好了 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 记得照顾好自己 远离那些可能让你 陷入麻烦的人和事 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